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影片名字叫做《恋爱的记忆》 故事一开始,女主夏夏是一名音乐创作人 可是她近期没有了灵感,创作过程也极其的暴躁 慢慢的听夏夏歌的人越来越少,因为她唱的都是老歌 酒吧的客人们早已听腻了 网上还常常有粉丝吐槽说夏夏已经江郎才进 看到这些留言的夏夏也很伤心,晚上夏夏做了一个梦 在一片绿油油的森林中,自己正在追着三个穿着白衣服的女孩 此时森林中回荡着一首优美的乐剧 让醒来之后的夏夏久久不能忘怀 很快夏夏把这首歌写了下来,并把这首歌命名为《恋爱的记忆》 第二天去酒吧助唱的时候,夏夏把这首歌演奏了出来 结果得到了久违的掌声 客人们对这首歌特别满意,夏夏依靠着这首歌赢回了粉丝的欢心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恋爱的记忆》便登上了新歌热榜 这天夏夏在家收拾东西,是夏夏小时候参加歌唱比赛录制的视频 此时录像带插播了一条广告,广告里的情景竟然和夏夏梦里的一样 而歌曲是一位老牌女歌手演唱的,这时候夏夏慌了 自己竟然抄袭了1983年就存在的歌曲 夏夏通过网络查选了这首歌的资料 原来当初因为那个老牌女歌手的自杀,这条广告就播过一次 而歌曲的母带也被销毁了 看到这里夏夏觉得应该没有人会记得30多年前只播过一次的老旋律 况且现在歌曲的磁带已经被销毁 于是她继续把这首歌当作自己的原创歌曲进行演唱 几天后夏夏受到了电台的采访 她表示,恋爱的记忆创作时的灵感完全来源于自己年轻时的恋爱经历 但是刚说完这句话,夏夏的耳机里就发出了滋滋的干扰声 然后电台播放了恋爱的记忆 可声音并不是自己的,而是女歌手的 夏夏怀疑自己出现了幻听 又过了几天,有一个广告商找到了夏夏 他们想用这首歌作为广告的主题曲 出于名利的诱惑,夏夏答应了 第二天,经纪人又告诉了夏夏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因为这首歌,夏夏拥有了录制电视节目的机会 夏夏有点不敢相信 她没想到这样的一首歌竟然能让自己名声大噪 晚上她下定了举心做了一件大事 那就是把自己小时候的比赛视频销毁了 只要这样就没人知道她的歌是抄袭别人的了 几天后夏夏录制了电视节目 可在视频回放的过程中突然闪现出了女歌手当年的广告视频 夏夏被吓坏了 刹那之间她好像看到了广告中三个女孩和女歌手的鬼魂 她会加在夏夏痛苦的坐在地板上一遍遍的说对不起 这时电视上播放起了她今天录制的广告可画面一闪 又变成了三十多年前的老广告 电视上面老牌女歌手竟然也开始不停的道歉 原来这首歌也是老牌女歌手抄袭别人的 突然夏夏之后出现一个女鬼 女鬼对她说不要偷走我的歌曲哦 很显然这个女鬼才是这首曲子的真正作者 这首邪门的曲子每三十年就会被其他人抄袭爆火一次 然后抄袭者就会被女鬼杀死 曲子也慢慢被所有人遗忘 一次循环 至于夏夏估计也不太好